近日大溫至威士拿地區接連發生致命槍擊案 大溫滅熱線呼籲公眾令明舉報提供線索 並且重新該熱線以100多種語言溝通 蘇學南部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在南蘇里運動公園發生的槍擊案 造成兩人死亡、一人重傷 在一個星期之前 在威士拿度假村發生的一宗槍擊案 也有兩人死亡 大溫滅熱線行政總裁Linda Annis指出 涉及幫派槍擊案件 不會分城市地點 即使有目標而且具針對性 幫派分子漠視央及公眾的安全 無辜的人可能會處於危險當中 導致受傷甚至死亡 Linda Annis也表示槍手不會懼怕公共場所 或在日間被人見到 就像他們認為自己不會被抓到的一樣 他呼籲公眾透過積極舉報提供線索 協助警方緝拿涉案而反規案 他重新滅絕熱線提供115種語言 方便提供資料 而每一個舉報電話都會匿名 身份也會保密 身份也會保密 如果提供的線索成功令警方逮捕而反 舉報人更加可以獲得多達5000元的獎金 新時代電視蘇學欄報導